您的座位是12D 这个是10D 您座位在那呢 就是您是5车 12D是那个座位 现在您坐的等于是坐了别人的座位明白吗 他是从无需通站进行上车 上车以后呢 发现他的自己的位置上 坐着一名旅客 这个呢 王先生就随即与那个旅客进行沟通 说这个位置是我的 然后呢 实际上那个旅客呢 这个态度特别蛮横 斜着眼看着王先生 意思就是跟他说 这个座位怎么是你的呢 这是我的座位 上面也没写你的名字 王先生找来高铁工作人员 然而无论工作人员怎么劝说 女子都不愿离开座位 还阻止旁边的旅客正常上下车 此时后排乘客看不下去了 纷纷指责女子 这时女子竟然对他们动起了手 眼看列车将抵达南京南站 列车长和警方取得了联系 我跟人家说 关你家什么事啊 别动手 别动了 我动手了吗 我动什么手了 我动手了 接警以后 民警赶不现场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李某人坐在这个座位上 并大肆肆意辱骂这个周围的旅客 民警对此进行多次警告 警告其这个涉嫌扰乱 公共交通的秩序 然后呢 这个李某人不配合 最终呢 被我们民警强制带着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查李某50多岁 北京人因为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 心情不好出来赛新 当王先生发现他坐错位置时 因为交流不愉快 所以才不愿意让坐 公安机关对其予以行政拘留7月的处罚 然后呢 铁路部门也将李某这个纳入了增进系统 限制呢 其这个一年内禁止坐火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